大家想不想知道在法国吃饭要花多少钱 我和我朋友在法国餐厅 现在刚刚七点刚开门 我们有第一个进来了 为什么说七点呢 因为餐厅晚上七点才营业 营业到十点之后就不再接受客人了 中午的话从十二点到下午两点 所以说不像国内那样那么方便 随时都可以吃 所以在国外如果不按时吃饭 就会饿肚子 除非就是有一种 路边有一种kebab 就是土耳其烤肉 就像国内的那种烧饼夹肉似的 随时都能够买到 然后在法国点菜呢 一般分为前菜主菜和甜点 前菜呢就是一个凉菜 一个分比较小的开胃菜 然后是一个分量比较大的主菜 一般是热的 当然前菜也可以是热的 就是比较是小的东西 然后饭店的面包还有水都是免费的 一般可以无限的序 正常的餐桌摆放就这样子有刀叉 有两副杯子 我们的他们的那个大杯子去掉了 因为我们不喝酒 那个大杯子呢是用来喝酒的 然后这个是用来喝水的 水呢都是冰水凉的 就是不管夏天上冬天他们都只喝 在冰箱里冰过的水 不像国内我们都会习惯喝热水 这一点呢和国内区别很大 然后甜点一般我们点菜的时候 只点前菜还有主菜 甜点呢是在你这些吃完之后 服务员会过来给你拿一个甜点的菜单 他们是不在一起的一般这样子 然后你要按顺序吃 你吃完第一个 你不吃了你把刀叉放下来之后 服务员就会把你的东西拿走 才会上第二道 就不像国内就是全部都给你上一上 一起吃或者是分享的吃 但是在国外 大家不太有分享这个习惯 都是每个人一个盘子 然后按顺序吃完一道一道的来上菜 关于价钱呢发餐一般在二十三十四十之间 或者是米其林的话都要上百两百三百四百五百都有可能的欧元 我讲的是 这家餐厅呢是有套餐 十二块九的套餐 十八块的套餐 二十多的套餐 所以算是比较合理的 比较实惠的 我和我朋友常常会来这里吃 然后这个套餐里面呢包括前菜主菜还有甜点 所以是真的是非常实惠的了 然后关于定位的话 一般需要打电话定位置 不像国人呢你随时去就好 因为他们这个服务员很多 位置也很足够 但在法国呢一般很火热的餐厅你要挺谈定位 要不然你直接到的话 他们可能会拒绝你因为你有位置 因为大家都知道法国人很兼致 所以说包括菜品都非常非常的小 就是又贵又少 就是法餐就对了 有的朋友会说用大盘子来装小菜 那么就是法餐的精髓 我们等一下给大家分享一下 图片看看今天的菜都是什么样的 这样的菜呢我觉得还是给的比较多的 但是也是很好吃 它的是一个沙拉的 盘子呢一般都会很大 然后颜色呢会很丰富 就是很讲究美感 所以法餐的特点就是很精致 另外就是上菜很慢 因为是法国人嘛 什么都是很慢的 就是浪漫的慢 其实它不是真的浪漫 就只是慢而已 在法国 这家呢感觉是比较快了 已经从我刚刚录视频的家介绍 这个功夫已经上来了 因为他们家非常的火热 然后我们点的又是套餐 所以他们有提产准备 所以就比较快了 正常可能要15分钟左右吧 我觉得 个人感觉10分钟左右 不可能会马上上菜的 我们的煮菜上来了 你感觉是鸡肉是吗 嗯 这样的面包 这个面包呢就有点裹那种馒头的感觉 在法国呢 我们吃饭是不用给消费的 不是必须像美德那样 必须要给10%到15%的小费 在法国没有这个硬性要求 就是全凭你的个人喜好 给不给都行 我们呢在窗边坐着 在法国选位置 大家都喜欢坐窗边 窗边的位置是最好的位置 就是在他们的文化里边 所以说你来晚了的话 一般剩的位置都是一些中间的位置 嗯 另外呢 在法国有很多对方的要求很高 他们又不定期的来检查卫生 这些当然国内也会有 但在法国有点和国内不同的是 在法国饭店一定要有残疾人通道 就是你在这个入口处一定有专门 针对残疾人的设计才可以 这一点是和国内不同的 就是他们关怀的地方会更多 政府要求会更多一点 另外餐桌上一般都会有羊和胡椒 因为全凭个人口味吧 比如有的时候你吃牛排呀或什么的 可能每个人口味都不同 就包括法餐 就一般味道都是很清淡的 所以他餐桌上会备这两样东西 你自己可以酌情再去添加 我朋友回来了 来干杯 干杯 Bon Appetit 刚刚我们来的比较早 所以没人 现在我们吃到前点了 一个小时了 现在整个店都已经满了 我们现在在选甜点 要准备点这一个 我们的甜点到啦 今天的就餐就快点结束了 下次再见吧